赵海 赵海 一大早上不见人影 消极待工 请进 江小姐 我今天在这附近有活动 顺便上来看一下你 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 请坐 是有什么事吗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生命了吗 没什么大事 没事就好 唐总有口福了 我正好带了暖胃汤 送你吧 最近活动时间不定 就总会带着鞋在身上 用来养胃的 不必 快尝尝 你没有事啊 那我先走了 出现了 没事吧 没烫着吧 没事 蜜小姐刚才端的那碗 黑乎乎的东西 不会是她自己做的吧 应该是专门给我做的暖胃汤 身为万贸未来的女主人 我以为蜜初夏 是那种闲凉舒德性的女生 没想到 和这种女生生活在一起 应该每天都会有很多惊喜吧 优秀的女性 本来就不该被捆绑在柴米油盐里面 没想到江小姐的私情 竟然这么保守 我只是觉得蜜小姐很可爱 那我替她谢谢你 我要开工了 再见 唐总 不用送我了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不是 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吃午饭 江小姐慢走 你穿的什么呀 你这么粉的 你是不是娘炮啊 真给我们帮丢人 大胆奴才竟敢口出狂言 这可是咱们班的娘娘 还不会给娘娘请安 对对对 娘娘提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娘炮 你看看你 这么给我们帮丢人 对 你是不是找死 小姐啊 江蕾 生日快乐 你们第一天 做的 我跟医生 真的 rendec 我 甚至女人 就必身 女人 quando知道usto 是两人是遗失的 誰 是 我 原我们的 这儿 臭小鸭 连碗粥都做得这么不堪入目 拿什么跟百天恶比呀 唐总 你怎么来了 你这粥的脉象 本就一言难尽 你还把它戳得这么脆 又不是给你的 唐总胃口真好 刚喝完别人的汤 还能来吃小职员的午饭 我从不喝别人的东西 江小姐又不是别人 在我眼里 不熟的都是别人 那你干嘛还喝别人的粥啊 你这粥不是给我做的吗 你什么时候吃过这么清淡呢 我减肥 而且我跟你又不熟 还给我 诺 还给我 咱俩天天住一个屋里 你跟我说不熟 你别乱说我 你记得洗碗啊 看什么看 唐总辛苦了 还亲自洗碗 做饭的人不熄碗 我家的规矩 对对对 我家也是 你这单身狗 哪来的家呀 还是不是给我做的 狡辩 我 喂 湘小姐 喂 初夏 我今天在万茂附近有通告 刚刚结束累死我了 我中午本来想跟你和唐总 打个招呼的 但看你在忙 都没跟你说得上话 你怎么看到我就走了 原来江小姐也想来找我来着 我怎么总把人家想话呀 我当时看你们两个在聊事情 我以为不好打扰你们 所以我也没去找你 我是想找你的 但看你不在 我就跟唐总聊了几句 不说这个了 你们俩亲战得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感情有没有深温一点点 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他 是时候献出我的第二招了 什么呀 狂刷存在感 可是我已经天天都在他身边了 工作时间不算 要私底下 有智也有量才行 你想想 哪个男人能抗得住一个粘人的小妖精呢 那我 试试 我又能し 你 我 没关系 的 要不在意 我 他 你 他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这你别干了 喂 你可真够无情的 人家给你写了那么多封情书 你个字都不看 我最烦念人惊了 那 你喜欢什么类型啊 你怎么也会问这种 小女生才红文的问题啊 不会 又是哪个画师 托你来斯坦军情的吧 不是 不是 我有个妹妹 长得还挺漂亮的 说不定是你的菜 可以啊 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告诉我你有个妹妹 但 不会跟你长得很像吧 你就孤独终老吧 我怕什么 你不也一样吗 哥 你不认识 陪在小景身边的人只能是我 吃葡萄吗 一会儿吃 喝咖啡吗 喝咖啡 一会儿喝 你干吗 没 没事 你是想和孙妈抢饭碗吗 我就是 锻炼一下身体 锻炼身体 冲动了冲动了 开张牌我都没想好 怎么就进来了 难道有直白地问 他喜不喜欢我 月老啊 求比中啊 求求你们给我点灵感吧 朵朵苍苍的 分明就是心里有鬼 你是不是 完了完了完了 不会发现我暗恋他了吧 又想生这家心 你真是个直男 我本来就是个直男 不说憋死你 唐锦馨 我都已经表现得这么贤惠了 你就不能夸一夸我吗 都说你追男哥曾伤 我们俩这些人可不是喜马拉雅 青藏高原 你嘀嘀咕咕什么呢 对不起啊 你出现啊 谁让你随便捣我东西的 我不是 我是不是应该给他道个钱啊 你现在去道钱就是火上浇油 不如让他冷静一下 感谢你帮我修复的项链 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坏过的痕迹 对不起啊 我发错人了 没有打扰到你吧 方便把这位江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我有东西想让他帮忙救护 不好意思啊 他已经不接单了 不过我们私交不错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以我的名义 请他帮忙 那就麻烦景小姐了 怎么找不到啊 该不会已经停产了吧 不会是他前女友送的吧 不对 她哪有前女友啊 怎么根本就找不到啊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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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初夏 我真的不需要去给他道歉吗 我真的不需要去给他道歉吗 臭丫头 一早上都不理我 连道歉的机会都不 不行 你找他偏离去吧 喂 小狗兄 唐总 这是下周上新的旗舰店选品详单 请确认签字 等一下 唐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今天下午江小姐来家里做客 孙马请假了 你选一家喜欢的餐厅 点几道菜送到家里去 江小姐 那你怎么不问人家喜欢吃什么 她就要保持身材 又吃不了几口 最后还不得是你解决 知道了 今天外人在 等会儿好好表现 别让别人觉得咱们感情不和 江小姐也是我的朋友 我自然会好好表现 饿了吧 这里挺不好找的 我还担心你会迷路来着 我出国前 经常来这儿找朋友玩 所以比较熟悉 这么巧啊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吗 出道后 跟国内的朋友几乎都断了联系了 当然可以啊 你们什么时候便这么熟了 女孩子家的秘密 你怎么会知道呢 这都是初夏做的吗 不愧是万贸未来的总裁夫人 内外兼修 我 这是在我们经常去的 一家餐厅点呢 平时当我的特助太累了 不想让他在家务上也费心 对了 差点忘了正事了 你还带什么东西来啊 这么客气干吗 这 这不是 谢谢 以后 要和他好好相处 初夏 这就是你说的 唐总小题大做的那个破百件 我没有说他是破百件 我 这可是唐总亲人送的 对他来说很重要 你怎么知道是我亲人的 所以对于出现在我身边的人 他总是有事无苦 真应该给他点微情 过去 你这个大傻子 还以为江芷熙是真心想要帮你呢 原来根本就是想要故意踩着你 证明自己有多优秀 自己跟唐锦熙有多优配 你呢 连翻脸的资格都没有 谁让你是个冒牌活 你干吗 你哭了 我没有 刚刚困了 初夏 我想跟你道歉 我问你哪件事情 小狗百件的事情 我确实没跟你说过 他对我有多重要 你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不该跟你 发那么大祸 还有吗 除了这件事情 还有哪件事情 对不起你 你跟江芷熙暗度陈仓的事情 我什么时候跟他暗度陈仓 小狗百件的事情 你跟他说 你都不跟我说 你吃醋了 我 我身为你的未婚妻 如果你不告诉我这些事情的话 我怎么跟你演戏 有道理 我们确实 该深入了解一下 深入 深入 怎么深入 到了就知道了 大白天的 我 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 干嘛 坐下 这些 这些是我从幼儿园到博士的毕业证书 这些是我参加各类比赛得的奖状 好 奖金呢都被我妈收起来了 说以后我娶媳妇的时候 再还给我 这些是我先想 打住打住啊 我们要不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行 先看这本吧 那 那一本怎么了 这本 这本年纪太小了 穿着有点不保障 我懂 我懂 那我要看一下 别闹 我们先看这个 好好好 这只柴犬名叫小土豆 它是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呢 让它代替爷爷陪在我身边的一只小狗 可是在我出国留学的那一年 它突然跑了出去 然后出了车祸 那年它十二岁 奶奶为了让它永远留在我身边 把它的骨灰做成了水晶百剑 就是那个水晶百剑 小土豆 对不起啊 我又让你说了一次伤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它是一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狗 它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 不会怪你的 谢谢你啊 小土豆 谢谢你可以原谅我 这个好帅啊 这个好帅啊 我当然是从小就帅到大的 这一点得感谢我父辈的强大基因 我说的是他 他能由我帅啊 你看啊 他眉眼弯弯的 皮肤也白白的 长得多秀气啊 这儿 长得帅有什么用 还不是得我照着 松开 把手机拿过来 借点钱 借点钱 别让我哥俩费劲 去 把手机还给我 你一个人家泡子 看什么看 再看废里 动什么动 他想打我俩不成 好 谢谢你啊 别客气 我就是看不惯世强凌弱的人罢了 叫什么名字 我叫江莱 唐晴晴 我们来拍张照 纪念一下吧 拍这个 快来 三二一 那你们关系这么好 怎么丁慧彦都没有见到他呀 他这个白眼朗 从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人间蒸发了 连封邮件都没有 江莱 从来 你跟姓江的还挺有缘分的啊 这又不是什么稀有兴致 好了好了 我的故事你也听得差不多了 离尚往来 你也讲讲你的故事吧 我的人生平平无奇 没什么好讲的 那你就讲一讲那天 到底去我的书房是干吗的 我突然想讲一下 我光辉的人生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那就 嗯 我呢 从小就在一个普通的乡镇家庭里长大 跟你比稍微信息了那么一丢丢 妈妈说我五岁之前生过一场大病 所以五岁之前的记忆都没有了 可能因为我治病花了家里太多钱 所以奶奶跟爸爸都不是很爱我 妈您看您 怎么能把小夏的露起通书给扔了呢 考上这所大学吃了多少苦呀 哎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家 你说考上大学和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 趁着他年轻漂亮 嫁一个有钱人家 也好把我们家的那个养育几十年的费用给周回来呀 不是 不是 他才十八呀 你让他嫁人 这不是毁了他吗 哎哎哎哎 好不容易盼他长大成人了 对不对 要不上班 你要么嫁人 我们密家 哪有那么多闲钱 养着陪想货呀 可不是嘛 只要一成年他就应该自食其力 你说你上学上得再那个什么年龄大了还不好嫁了是不是 趁着现在年轻漂亮咱们哪赶紧的别让他在家里闲吃闲喝 这不称吸血鬼了吗 不是 我 我妈妈平时就靠做一些手工赚钱 我好多衣服都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妈妈为了给我赚学费也很少 你再去抢树 你再去抢树 抢树 这可以整理掉了 不够假的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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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总 我们品牌合作的工厂临时出了点问题 唐总赶去处理了 那这次就由我代班跟沐总对接了 那就恭喜蜜小姐 可以独享两份键幕查搜了 谢谢啊 唐总说我们这次平台合作的大方向 就按照文件里跟您确认的就好了 剩下的一些细节 我们这边做了几个方案您看 我电脑送去修了 方便和你共享一个屏幕吗 当然 这是我们做出的几个赠品不同档位的搭配 我们是按照他们可能会需要的 比如说生活类用品啊 各类的用品 沐总 你就送到这里吧 今天也跟沐总学到了很多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都这么晚了 肚子肯定饿了吧 走 我请你吃饭 不用客气了 沐总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怎么行啊 连对饭都不管 唐总会说我磕待你的 好 走 我刚好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 尤其是他们家的甜品 我去了趟郊区的工厂都回来了 这秘书馅还没回来 好丰盛啊 看得我真有点饿了 好丰盛啊 看得我真有点饿了 初夏啊 这是他家的招牌 你抢抢 谢谢沐总 别叫我沐总 叫我学长吧 咱俩也算电商这门客场的前后备了 我 我哪能跟您算前后备啊 要叫也要叫 老师 沐老师 以后请多多指教 初夏 嗯 你和我的一位朋友很像 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是长得像还是性的像啊 都有一点吧 只不过 你要比他更活泼一些 嗯 沐老师 你的这位朋友 该不是你的初恋吧 对了 这家的樱桃塔很有名的 你一定要试试 樱桃 我樱桃过敏 樱桃过敏 嗯 挺少见的吧 初夏 嗯 你有没有姐 喂 你去哪儿了 怎么还不回家 我在跟我的一位老师共进晚餐呢 你不是去牧师了吗 哪儿来的老师 对啊 就是沐总 沐总现在就是我的老师了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你和别的男人在约会 这么晚了你和别的男人在约会 我 我吃奶门子醋啊 现在 立刻回家 今天我生日 我也要吃饭 别骗人了 今天才不是你生日 我看过你百度百科 以我身份证为准 别闹了 今天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我给你打包回去 我现在等不了 我给我发地址 我现在过去找你 不不不不 我回去我回去我回去 我回去 你 那个 景心 她找我有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吧 我不用 我打车就行 那我先走了 一模一样的长相 同样能到过不 黎初夏 你跟若鱼 到底什么关系啊 今天这酒怎么这么酸 黎初夏 凯定行 我迟早被你家出心脏病 半夜三更 孤男寡女 共进晚餐 现在才九点 再说我不就是出去吃顿饭嘛 至于骗我过生日啊 真是你生日 那你怎么不早睡 这还用得着我说吗 委屈了委屈了委屈了 走带你吃大餐去 不去 我才不要和外面的男人 有同等的待遇 我自己有家干嘛出去吃 好 那这个生日餐我给你做 你别后悔哦 魔法鸡蛋出炉 祝唐锦行 福如东海 瘦壁南山 这词是好词 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呢 来来来 你干嘛 给你施法 滚滚滚 坏运滚开 滚滚滚 好运滚来 新的一年祝唐锦行小朋友圆圆滚滚 你 生完了 嗯 你自己源源谷滚 你干嘛 我要化腐朽为神奇 你 你好贤惠啊 如此贤惠的我 是不是值得一个生日礼儀 好的明天给你安排 这是干嘛 答应你的生日礼物啊 我为你定制了小祖宗体验服务 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将严格遵守未婚妻行为准则 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早餐 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衣服 你这衣服里面不会藏针了吧 小人真正的 不知心 这是我从你那一堆无聊的衣服里面 专门挑出来的 新的一周 新的风气 无聊 你在干嘛 你要干嘛 给朕更衣 你 你干嘛 换衣服呀 不然迭着穿呀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脱衣服啊 就当给你的福利 你自己穿 明初夏 你这跟谁学的 手法这么先说 我是文秘专业的 你不是调查过我吗 唐总 该不会是吃错了吧 谁吃醋了 我就是好奇而已 唐总 有没有人说过 你真的很容易脸红啊 可爱 没大没小的 小心 你包着我的裤子傻笑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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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有啊 那你愣着干嘛 想给我穿裤子 我才没有呢 小祖宗服务里面没有这条 我走了 我才不是要看你那条 蜡皮小新的卡通内裤呢 你 我这一时又你 不能再穿奶奶给我准备的卡通裤子了 不能再穿奶奶给我准备的卡通裤子了 我的眼光不测吧 勉强可以给个好面 当然了 唐总和姜芷希上了搜那会儿 可是圈子不少颜值粉呢 干嘛 小祖宗今天想去温暗 总裁专属电梯马上就到了 我秀什么暗啊 突然就想坐一回员工电梯 你 你 你 陈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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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人家的手术好痛痛啊 来 让我看看 原来是被老公 从人家的戒指割到了 好痛啊 这个不舒服吗 那过几天换几个新款 你换着袋 归 老公归好了 谢谢老公 人家小女孩不就是喜欢聊八卦吗 至于吗 差点要把人家盯进去了 在当事人面前聊八卦 太不把我这个总裁放在眼里了 我这是在帮他们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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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请 debe ba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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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妈 你出轨怎么好意思管我要钱 谁 谁出轨 你还给我 妈 妈 你说什么 妈 初夏 怎么了 我妈说我爸好像出轨了 还在打他跟他要钱 没事 别着急 我来处理 宋理事 帮我个忙 你 你为了红外面的女人啊 你把人家唐家给的钱都摆光了 现在还要拿着初夏的彩礼钱 你还要点脸吗 这二十几年 吃我的用我的 我摇的就是冰山一小脚 我告诉你再弄 我去找秘书下去 不管怎么说他管我叫什么 我跟他要点钱花 你做行刀吗 你敢 你看我敢 你不许去 你给我松手 我不走 你再不松手我弄出手 妈 小夏 你不来了啊 哎呦 我这傻孩子 抓你岳父的手干啥呀 为啥事啊 蜜先生的风流事情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 这 那个 她来找我就谈工作的 爹 这疯女人 非得往上泼脏水 谈工作 我都把你俩堵在被窝里了 你还谈工作 呸 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宋律师 一个月内 九次开放记录 监控还拍下了蜜先生和那位 小姐的亲密照片 你管谁叫小姐 我指的是称谓 并非是职业 你不必这么敏感 一个月九次 连你八七日那天你都 真是让我恶心 离婚 离婚 我可以离婚 离 离 离 我这傻儿子 你挺笨的 你怎么能跟他离婚呢 对对对 听我说 那初夏跟他妈的关心 你不知道啊 这初夏走啊 上哪找这摇钱树 我也 是 那个 初夏她妈 这事啊是我做的不对 不过我保证啊 我以后再也不见这个人 真的 哎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还不滚 古代 等一下 把这个签了才能走 这什么 签条 我怎么可能欠这么多钱 我岳父花在你身上的每一分钱 都属于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 你所用所得都得还回来 那是我青春的损失费 如果你不想还也可以 我们走法律程序 到时候在你答案里记下一笔 你花多少钱都收不回来 我钱包钱 我钱就钱 还给你 这 淳淳淳妈 你看 这人我都赶走了 是吧 咱 婚就别离了吧 那以后好好活日子 行吗 妈 我们遵守你的意见 我想离婚 我要离婚 我说你这 怎么有个人不尽呢 我不同意 如果蜜先生执意拒绝 我愿意帮您打这场官司 根据这些证据 我方有权让您净身出户 不 那具体的相关事宜 都辛苦送礼师了 这 妈 我们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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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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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 你啥离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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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打我 他打我你看看吧 我什么都没看到 哎 妈 今晚您就和初夏先睡主卧 你们两个肯定有很多话要讲 嗯 哎呀 这不合适 你们小两口啊刚订婚 哪能让你们分房睡啊 我就睡客房吧 妈 我们没事的 对 我们两个没事 我们两个整天意外在一起 也不差这意外 等着妈的面别胡说 本来就是啊 看见你们啊这么恩爱 我也就放心了 那就委屈你了啊 星星 走 妈 等一下 怎么了 我的心力还在地上 什么 我的地铺要收起来 妈 我先去收拾 待会儿你们再进来 这孩子你说 这卧室有什么好收拾的呀 看我 没事 妈理解啊 成年人了 我的小夏长大了 妈 没事的 没事的 妈知道 妈知道啊 对 我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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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 家里的事情 你就别操心了 男人都靠不住的 以后我养你 妈 我可是个例外 我专一得很 看见你们两个孩子啊 现在相处得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静行啊 今天谢谢你啊 好像越来越控制不住 对她的喜欢了 可她身边优秀的女生那么多 我会成为她的唯一吗 妈都夸我了 你也不表示表示 北伟说 看在你今天表现这么好的份上 如果你一个人睡觉害怕的话呢 她可以陪你 哇 北伟好贴心啊 我好感动 不像有些人 你说 夸人从不直接夸 好啦 改天我寄你吃大餐 吃一顿比撸串还大的菜 我现在去跟妈收拾了 好好照顾妈 嗯 走 妈 你妈这么好叫 以前怎么找到男朋友的 嗯 唐锦行 今天如果没有你在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谢谢你 我爱 算你有良心 遇见这么优秀的我 你要懂得珍惜 这样会不会 太暧昧了呀 行 作为感谢 你以后对我温柔的 哈哈哈 轻手 蛮 咱 啊 这样太卑微了 别客气 晚安 安 是 今天的事情不许跟你妈说 喂 帮我准备点东西 妈 对不起 都怪我没出息 不能早一点 把你从那个家里接出来 害你受了这么多苦 说什么傻话了 妈妈啊 能有你这么懂事的孩子 一点都不觉得苦 回头我也出去找一份工作 重新开始生活 我想以后咱们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 妈妈的不是说催泪了 就是 想问问你 打算跟景行什么时候 举行正式的婚礼 我们 还没开始打算这个事 现在公司的事情也多 她也忙 可能现在顾不上来 咱们家 咱们家 跟唐家相比 实在是太不堪了 今天要这么一闹 不会影响景行对你的看法吧 我觉得我还是找机会跟她解释解释吧 没 没事的妈 景行是一个内心特别温暖的人 而且她也很是非分明 她不在意这些的 没关系的 她怎么会在乎这些呢 我又不是她真正的未婚妻 但愿如此 妈 这么晚了 我们睡吧 好 淘汰吧 淘汰吧 明早 带妈妈一起去公司 带妈妈 为什么 保密 气 神秘兮兮的 我让你接近密家 就是为了让唐景行知道 他们家过得有多不堪 你拿着欠条来什么意思 别指望我替你还 江姐 唐景行找了律师来威胁我 我这不是 怕他们知道是你干的吗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签字 你可不能不管我 就凭你 也想威胁我 江姐 其实我这一月也不是一事无成 我从秘书夏她爸那儿 知道了一个关于秘书夏 身世的秘密 把钱还了 剩下的用来管好你的存 你一大早就神神秘秘地 让我爸妈带来公司 到底是什么事啊 还不赶紧坦白 你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唐总 店铺的合约拟好了 辛苦了 妈 我私自决定 给您勿策了一家小店 甲方将位于万贸购物中心八层 一号剪裁干洗店 免费授权给李玉珍女士 授权期限 终身 这个 很多来万贸购物的顾客都反映说 商场里正催一家可以修剪衣物 和干洗衣物的店 初夏经常穿您做的衣服 看得出来手艺很好 所以希望您来帮我 静行啊 我知道你这么说 是为了顾忌我的自尊心 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这个店铺我不能收 为什么 你看啊 咱们俩家本来相差就比较悬殊 如果这经济上还靠婆家 以后初夏会被外人看不起的 妈 一家人本就应该互相扶持 但是哪儿来那么多高低贵贱之分 可是这个 我承认 刚才确实有安慰您的成分 但我想让您帮忙的心意 也是真的 那要不这样 这个店铺的租金我出 租金免费 就当我入股您的小店 分虎骂了 您就让他对我温柔点就好 妈 妈 好了 你们这两个孩子真是活宝 妈 把这个签了吧 好 对了 小夏 妈妈想在店铺周边租一个房子 你回头帮妈妈找找 你如果价格太贵的话 远一点也没事 妈 您就搬回来和我们住吧 好 好孩子 这是妈妈自尊心的最后底线 这样嘛 找房子的事情就交给我 我来解决 好 行 那今天就特批你 带妈妈逛一逛 结束后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谢谢老板 走吧 妈 带你去逛逛 走 喂 江小姐 唐总的声音好冷漠啊 我本来想跟你聊几句的 如果是私事的话 我并不觉得有内容可以和江小姐聊 如果是合作方面的事 你可以直接联系万贸的营销部 那如果是关于密处下的呢 密处下 我刚听说密处下有段很精彩的绅士故事 如果你没空跟我聊 我必然难受 那我就去找密处下聊吧 你想做什么 我还有通告 晚上你来找我我再告诉你 密处下 你等着接招吧 我刚听说密处下有段很精彩的绅士故事 你晚上来找我 我再告诉你 今晚九点 在地下车库接我 我看你 静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呀 搬家的沈妈一个人就行 你先去看看他 你记得我 南无二 真forest 露 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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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血根太高了 你为什么掉肠米出现 如果我说是意外得知的话 你会信吗 长话短说 你都知道些什么 其实密初夏不是密家的亲生骨肉 所以他爸爸和奶奶才不待见的 你说的这些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了 唐总 除了邮件里的资料我还查到 密初夏和密家没有任何人员关系 但密家一直保密 密小姐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灵养还是快卖 算是灵养 密妈妈在密小姐五岁左右的时候 意外见到了走失的密小姐 但那个年代的训人系统并不发达 密妈妈没有找到密小姐的亲生父母 就把她带回家里 直到今天 我知道了 唐总 还有什么事 密小姐身世不明 万一未来真相曝光 我们不能确定她的原生家庭 是否会对您和万某有什么影响 您还要跟密小姐订婚吗 我不会让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的 你把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娶回家 你就不怕她亲生父母找上门 狮子大开口敲你一瓶 初夏虽然没能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 但生育之恩不得不报 如果那天真的到来的话 我会尊重她的意见 适当地承担赡养的责任 原来大名鼎鼎的万某总裁 也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一天 有件事情 我很好奇 什么 你 为什么一直揪着她无法 因为密初夏就是万某潜在的定时炸弹 我不希望我刚代言的品牌随时会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给毁了 你我心里都清楚 她没有那么大能力 更无心伤害万某 这不是你针对她的真正原因 如果你不想坦白的话 我也没必要听你那么多借口 如果没别的事情 请回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过 大名鼎鼎的明星派对 也不差我一个吧 没有派对 只有你和我 抱歉 我很忙 既然你这么忙的话 那我就找密初夏来陪我过 顺便告诉她个秘密 如果她知道 连唯一爱她的妈都是假的的话 她一定要哭死 这段饭之后 密初夏的身世 你就倒霉听过 没问题 江小姐 看到热搜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代表本餐厅送上限量生日蛋糕作为礼物 祝您生日快乐 太客气了 其实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在了 快吃吧 一会儿就不是你生日了 不急 我们来日方长 一会儿开车 一会儿开车 今天打瓜 江智希 唐晴星 疑似恋情试锤 唐江夫妇酒店密会洒糖了 唐晴星为江智希请生 万茂总裁唐晴星出轨 您说的临时有失 就是陪江智希请生吗 唐总 您和江智希被拍了 人论风向事 您为江智希请生 列轻使锤 还有您出轨江智希 立刻发文澄清 就是公事会面 唐总 之前您被传绯闻 从不回应 这次是因为设计代言人吗 与代言人无关 按我说的发 好的 这次我为什么这么着急 是因为万茂茂 怕鱼了 还是因为 完了 我爱上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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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她 可到真的了 我就知道这俩有事 万茂观宣江智希代言的时候 就是试探网友接收度呢 地下车库 深情相拥 这可是我江姐出道以来 第一个绯闻对象 坐等官宣 唐景行和那个什么初夏 还好没让她知道我暗恋她 不然真的成笑话了 喂 合约应该要提前结束了吧 睡得这么下 是不知道 还是我所为 睡得这么下 睡得这么下 是不知道 你不关心我 我怎么不关心你了 你没看我上热搜吗 你是第一次上热搜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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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t 明显的情长 有点 intöh 我们需要在家ле表象der化 咱们找的 联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祕初夏 你混得太惨了 初戀与渣男 俺脸被截骨 现在失恋了 连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好 房间开好了 初夏 初夏 牟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刚在楼上见了一位客户 哦 和唐景行吵架了 没有 一点小矛盾 需要借酒消愁吗 免费附送听众一个 这么晚了 会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没事的 我忙起来 可比这晚多了 嗯 走 我来吧 怎么就只有一瓶酒啊 我还想今天大醉一场呢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你也太放心了吧 我还是很相信 牟总的眼光跟人品的 不要轻易相信 和你独处也是男人的人品 不过 我的切可以除外 至于眼光嘛 你怎么知道 你不在我的神秘区间呢 对于你们这些生活 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 身边就应该是 姜芷希那样的大腕儿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我这种丑小鸭呢 你才不是丑小鸭 说不定是遗落的天鹅 如果直着一个方向 让你感到痛苦 不如回头看看 说不定某个角落 有一个随时等待你转身的人 转身 什么也没有啊 哎 这酒怎么喝不醉呢 算了不喝了 反正某个人也说他不在的时候 我不能喝酒 那很晚啊 我先走了出家 嗯 我也该睡觉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全勤奖 奖金不少 晚安出家 谢谢你啊沐总 晚安 记得 要学未转先哦 嗯 可是 我又怎么舍得转身呢 三天前 江智希和唐静星深夜密会被拍 万茂第一时间做出澄清 而江智希方面至今没有动作 网友猜测 唐静星劈腿被骂 而江智希伤气欲绝 不愿配合唐静星欺骗粉丝 所以才迟迟没有澄清 今早 唐江CP话题再次登顶着搜榜第一 抄话内不少粉丝推测 唐静星当初和密出家订婚 纯属商业原因 唐静星和江智希 才是相见恨晚的真爱 而唐密订婚之后 却一直没有传出正式结婚的消息 以侧面证实了粉丝的这一猜测 这么能坏下 怎么不当编剧呢 就因为江智希迟迟迟不肯配合怎么扯清 虽然舆论对您和旺茂都很不友好 还联系不上他经纪人是吗 是 他们已加日系在封闭拍戏 不能分心为友 一直拒绝和我们沟通 原本约好来公司拍新品平面的 也被他们推迟了 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 我也很费解 令爱绯闻对一个偶像艺人来说是致命打击 这事都闹了这么大 他们居然当作无视反省 继续联系 也让公关公司出面压一下 好的 对不起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贴听 请稍后再拨 糖椒是真的 离开糖椒酒 麻烦你家别拨呀 这我不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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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家不回跑出来开房 你是不是被糖椒先踹了 你们不去商学在这儿干吗 能不能清醒一点 这这什么清醒 赶紧离开糖椒酒 你给糖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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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进来 别那么近了 别急 来 初夏 我已经通着酒店增加安保了 这些天你就别出去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一看就是心里扭曲的私生犯 他们知道你的信息 想要查到你在哪儿 对他们来说太轻松了 可是相比江芷熙 怎么说我也是 她正式官宣的未婚妻 怎么我会变成那个 被口诛笔法 破坏爱情童话的第三者啊 唐景雄怎么回事啊 让你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 要不 让我的公关团队 在背后运作一下 不不不 还是先别打扰她 她应该也挺乱的 是 穆总 我有点儿累了 好 那你休息吧 等一下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嗯 她确实没有三心二意 因为 我根本没在她心里 你出现人呢 他刚才请假了 说有点私事要处理 他请假时 状态怎么样 挺好的呀 而且把工作都对接得很清楚详细 那就好 就这样 你都够了 我是来恭喜唐总的 恭喜 咱们俩被拍之后 网店的货已经被卖空了 门店也是人满为患 这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配合澄清 万贸的销售额大幅度提升 而我闭关拍戏期间 还能霸占热搜 咱们俩双赢 我干嘛要澄清啊 让热度再飞一会儿不好吗 万贸不靠飞闻 销售额照样业内领先 你那几千万粉丝杜撞故事 我抱他人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和我的家人正常生活了 你难道不应该出面说明真相吗 家人 你说秘初夏吗 身为万贸未来的老板娘 为了万贸的热度 这点牺牲都做不了吗 那我以万贸总裁的身份告诉你 万贸不需要这样的热度 请你尽快配合程兴 我要拍戏了 再见 喂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您问您 休息得怎么样啊 我睡了一觉了 把熬带夜应该都补回来了 来 吃点 不太合胃口 本来我想给你带离院蛋糕的 但是你喜欢那家 多卖空了 不 不是 我应该是睡多了 我也不是很饿 我看他俩的热搜 声声叫叫 估计万贸公关的 也比较费力 汤景星 她还没联系你吗 武侠顾及我吧 我 舆论公关的怎么样了 公关效果散不明显 虽然我们每一次澄清 都是第一时间 但是网友仍然一隐 您和姜芷熙搞地下链 澄清只是为了保护 姜芷熙的单身人设 这些人执着的太古怪了 唐总 还有一件事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 唐总您别急 老板娘没受伤 出事的时候 穆总也在 他现在已经叫酒店 加强安保了 穆总 穆怀锦也在 是的 现在老板娘那边 我已经派人盯着了 如果您现在出去的话 被外面的黑粉看到 他们又该做文章 来黑老板娘了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继续留意舆论动向 尤其是抹黑和攻击 初夏的那些人 做好举重 交给法务部处理 敢动我唐景行的女人 我要让她们知道 什么叫做后悔 好 我知道了 我 等我把这些谱事处理好 就去见他 要不然这个小祖宗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说再多 他也不会相信 我说 我去相信一下 你姐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啊 没事 帮我补个妆吧 半个小时后继续拍 等等 把那两个记者给打翻了 我还不是安排了采访吗 已经采访完了 唐姐姐 我又向你走近了一步 两位记者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 将近有点不舒服 采访的事 我们只能改天再约了 那我们不白来了吗 可以可以 让姜小姐先休息 那我们改天再约 师傅 我准备了这么多问题 这不白准备了吗 这不就耍大牌吗 她都 偶了 那还采访她屁呀 师傅你还挺年香西域的呢 就你的智商 就你的智商 要不你转横了啊 什么意思啊 师傅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KPI 打标了 你真是组上烧高枪了 跟了我 师傅 你等等我 谁啊 找谁啊 找谁啊 您好 我是来找秘书夏的 不对 那王主义跟我早搬走了 你太不礼貌了 过来 小伙子 里边挤 里边挤 那个 你先进屋坐会儿 我马上过了 妈 秘书夏不在 你把人绕下来干啥啊 你啥呀 你没看他穿那身心头 一看就说有钱得住 等我跟他聊聊再说 好好好 你怎么聊 小伙子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有女朋友了吧 这么说吧 你跟我们家初夏 是什么关系啊 我是秘书夏的同事 在公司 负责人力资源被你调查 今天来呢 就来调查一下 秘书夏的家庭情况 同事啊 我看你穿这身衣服 我还以为你是个大老板 弄了半天 也是个打工的 妈还聊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初夏这孩子 整个一个白眼狼 别跟他同事 最好别用他 初夏 看着就是很孝顺的孩子 怎么能是白眼狼呢 孝顺 跟你实话实说吧 这个初夏呀 跟我们老蜜一家 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果然 想当年呐 我儿媳妇上农村去收菜 结果把她从农村给抱回来了 当时一看那整个一个小泥人 还练着三天三夜高烧不退 醒过来以后 竟然不知道自个儿是谁 叫啥姓啥 啥都不知道 快快快 那边还有一高 若鱼 神救人 快 若鱼 你醒醒 求你了 你醒醒好不好 来人啊 警官人员这边 来了 若鱼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又离开我行吗 小鱼 我好像找到了你的妹妹了 你illar 初夏 你怎么了 我跟唐青星 彻底结束了 你 你要是